娱乐圈里年龄差距大的情侣大有人在,普出不少妇女恋姐弟恋,近年爷孙恋也不少见,不过能修成正果的不算多。 近日,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,当地同性出身的这名女星凯儿与凯茨,最近传出怀孕和结果喜讯,令人震惊的是她的丈夫,今世71岁大马拿督戴华昌,二人一段年龄差距,42年的爷子恋,最终修成正果。 日前,一对新人在吉隆坡梦五星九片银台摆桌举行隆重的婚礼。 婚宴上,出身女团四千金的余凯茨,特意邀请西智队员参加婚礼,并与队员在台上大谈往事。 虽然四人并没有在现场唱歌,但四人难得同化的画面,依然勾起不少网游美好的回忆,也令婚礼现场气氛变得更加温馨和感动。 从婚宴现场照片来看,新娘子身穿紫色婚纱,但掩盖不住龙体的腹部。 据现场宾客透露,余凯茨的预产即将在今年九月份,也就是说,她现在已经怀愈六个月。 女团四千金在一九九四年成立,成员有于凯茨、江辉军、黄丽敏及李林红,出道时团圆平均年龄级六五岁,凭着可爱的外表和唱功走红,曾是不少儿童心中的偶像。 2008年,四千金随着成员们各自单飞发展而解散,出道十四年来,共发行三十多张唱片,是马来西亚的著名女团。 据悉,余凯茨七十一岁的丈夫在华长市之一,马尼公司的董事主席,亦是大马拿督。 拉督是一种像金氏的终身荣誉身份,常见于马来西亚、印度和汶兰,是当地对有地位和崇高民望者的一种尊称。 策锋该称号的标准,是对国家有杰出者,但必须由皇室成员或政府推荐。